民眾即在宮廷會現場 頭上綁著鋪條 手上拿著標語 抗議政府開放 禁骨日本核災地區食品 明年我一語 場面混亂 為了我們的後代 要聽我們的心聲 其他不要了 抗議民眾講到激動處 還大喊要在場遠景 離開宮廷會 警察出場 警察出場 現場氣氛僵持不下 衛福部食藥署官員 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雙方不斷強化講 就這樣持續了40分鐘 抗議民眾甚至還搶走 食藥署副署長吳秀英的麥克風 是不是今天公議會結束 食藥署就可以有權 以行政命令宣布 日本核災食品盡頭 是不是 不是 直接副署長一臉尷尬 笑容說會以民眾健康 為優先考量 就宣布完成宮廷會 快步離去 引發抗議民眾購買 民眾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 我們都可以接受 他們的表達方式 我覺得今天其實我們也收到 非常多的訊息 我覺得這個就達到溝通的目的 只有70位的 這個看電人員 沒有辦法應付 這麼龐大的 這個工作量 立委直譯全台市場公司會 在急迫狀況下舉辦不合理 更質疑國內根本沒有 X光輻射檢驗設備 食藥署檢驗入關食品的人力 也只有70人 配套措施在哪 政府拿不出一套明確說法 也難怪民眾無所适從 這是詹評王世涵 台中報導 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